好,我们今天开始上课 今天要上的课 就是山地拨这个挂的下半段 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这拨挂指的就代表的是 你是处于客观环境 对你非常不利的一种状况 而且呢,这种不利是越来越迫近 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们要如何的去处理应对 做出最佳的抉择 在易经的人生哲学上面 它提供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讯息 让你做一个参考 当你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形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去处理应对 对你的目标的追求呢 是有利的 易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讲的人生哲学 在我们平常的时候 没有碰到状况的时候 我们去研读易经啊 可以增加我们的智慧 可以让我们预先的体会出 认识出各种不同的状况之下 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方法 当我们真的有困难疑惑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抉择的时候 我们借着占卜 补出这个挂谣来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更多的讯息 而且是正确的讯息 让我们做出最佳的抉择 占占卜的人生哲学 易经的挂谣词 讲的是人生的哲学 是一种道理 这个是他的体 也就是他的本质 他讲的是道理 那占卜呢 是易经呢 他运用在实际状况的 一种方式 易经他已经掌握的 宇宙的规律 他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啊 都可以跟他相结合 因为任何一个领域啊 都脱离不了 易经所讲的范围之内 他是我们运用易经啊 占卜是我们运用易经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范围而已 一个领域而已 但是呢 易经他原始的目的就是占卜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易经啊 必须跟占卜相互结合 我们才能够落实在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体会出 由日常生活里面的事件 而体会出易经挂摇词 要告诉我们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也就是人生的哲理部分 因为我们纯粹讲易经哲学方面的话 你可能是听不懂 或者是比较虚无缥缈 只是讲道理 在实际生活里面 你没办法加以印证啊 你就很容易忘掉 不能够体会出他深层的道理 所以说我们跟占卜结合 可以体用相结合 然后呢 可以快速的了解 易经的人生哲学部分 这就是易经啊 我们要了解它的时候 必须要跟占卜相结合 易经的功用 它非常多 非常广 无所不包 天底下的任何一个事物的变化 发展 它都可以用易经呢 它的理论 理论呢 去作为加以尝试 去说明 你只要了解易经的 它的基本理论的话 你对人世之间的所有事情 它为何有这个因果关系啊 你就很容易 能够了解 不论是在学术上的 或者是宗教性的 或者人世上的 任何一个事物 你就很容易了解它的因果关系 但我们不到这个剥挂 代表的是 处于不利的状况 客观环境 而且它是逐渐的 越来越严重 它从那个挂项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是阴遥啊 它是由下往上发展 变成了五个都是阴遥 渐渐式的发展 到后面越来越严重 便只剩一个阳遥啊 代表了就是说 客观环境非常的不利 你的意见呢 是占少数的 我们看到这个三遥 三遥讲的就是 波之无救 我们看这个易经 这个三地波这个挂里面 有五个阴遥 三遥是处于上下 有两个阴遥的中间 也只有三遥啊 它跟上九遥啊 这个唯一的阳遥相应 也就是说 这个挂里面 虽然是讲的挂易 讲的是处于不利的状况 小人 小人 猖獗 君子道孝 小人道长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但是这个六三遥 它唯独它 可以跟上九遥相应 代表的就是说 有人提西拔捉它 虽然它处于重阴之中 代表的是 虽然你是处于 不利的客观形式之中 但是呢 唯独你在这种的状况之下 你还能够得到外力的资源 不会受到 拨挂这不利的客观形式 所影响 也就代表的就是说 有一句话就是说 莲花它是出于 出污泥而不染 出于你而不染 也就是说 这个人虽然一时之间 他陷入的黑道 但是呢 他不会跟别人同流合污 然后有人提西拔捉它 把它牵引出来脱离黑道 有这种性 他也可以跟他讲 因为他这个谣词 他说拨之无救 代表的就是说 你虽然是处于 拨的这种客观环境不利的状况之下 但是你没有受害 有些人就是处于不利的状况之下 通常都会受害的 就像是 我们举例好了 就像是这个股票 一片大跌之中 大家都亏本 只有你这一个 你买的股票是一枝独秀 然后反而上涨 你没有受害 拨之无救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在股票上面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说明 那人事之间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说明 只是我举这个股票这个案例 让你能够了解 他还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拨之无救 你处于股票大跌的这种 全面不利的状况之下 但是唯独你这只股票是一枝独秀 出污泥而不然 他不是出污泥而不然 他是指的就是说 你不会受到客观环境影响 你不会有错 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因为六三谣 他跟上九谣 他有相应的关系 虽有拨之名 但是无拨之实 不会有过失 孔子小巷讲说 拨之无救 施上下也 施上下指的就是 上面有两个阴谣 下面有两个阴谣 他没有跟他们一样的遭遇结果 失就是不同 也可以说是 因为他与上下的小人 没有同流合污 没有航泻一气 所以说他不会受害 没有受到污染的意思 中话呢 他讲的是贫富 利无救 贫富指的是经常犯错 但是有一个优点 就是犯了错以后 他知道知错能改 又恢复到正道 但是旅犯 旅次犯错 但是旅次又恢复到正道 旅师旅富 虽然回到正道以后 他又不能守 他又犯错了 有事固然是危险的 但是呢 回复正道 还代表他心存三念 行为上面 虽然犯错了 但是还是可以原谅的 贫富指的是这个意思 虽然状况非常危险 但是最终他又恢复到正道 还是不会有过错的 就怕你错了 一错再错 错了错到底 那也不行 易经呢 他讲了 也就是跟孔子的如道 也是蛮像的 他只要你犯错 不怕犯错 犯错以后 你改过了以后 你前面犯的错 也可以一笔勾销了 谁不会犯错 护挂 昆为帝 他说寒章可真 祸从王室 无成有宗 他这个谣词讲的就是说 你是 不是占的主要地位 你是听帮娘办事的 昆挂 他说所有的六个谣 他都是顺从前挂的 顺从前挂 你不能够做主 你帮娘做事情的话 你为了要避免他人猜忌啊 要稍微收敛一点 你不能功高正主 你做事情要尽心尽力 有始有终 功臣也不必在我 虽然做那么多 成绩呢 一时无法显现 但是一直做下去 最终啊 还是能够得到上位者的青睐 最终还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无成有终 指的是这个意思 他要告诉你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呢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 虽然你很努力 一时之间看不到成果 但是继续努力下去 最终一定有好的结果的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错怪 折天怪 折天怪呢 讲的就是说 你要跟人家对决摊牌 虽然你很讨厌这个人 但是你不要表现在脸上 表现在脸上的话 你就会引人猜忌 反而对你不来 对你先下手为强 你反而有不利的后果 那你 你要去追求你的目标呢 你可能是孤独一个人去做 脱离你的群体 让人家也怀疑到你的动机 让你觉得感到很 你的动机被人家怀疑的话 你觉得很生气 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这样子做也不是错的 他要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从容观其变 委屈 沉寂谋 也就是说 你要看状况 做一个调整改变 行事途中 难免会有一些委屈 但是为了追求最终的成功 委屈不算什么 我们看315000 315000呢 他的牵丝也很有意思 他说雏鸟会高飞 雏鸟就代表的是 经验不足 或者初次的际遇 不管问任何一个问题 代表的是 可能第一次去做这个事情 或者经验不足 会飞高 初鸟会飞高 指的就是说 你的志向比较高远 出谷乔迁 代表的是 你脱离你原来不利的那种状况 改变了另外一个好的状况 改变另外一个好的环境 乔迁就是改变环境 乔迁就是搬家 搬家就是改变环境 而且这改变的是 对你来讲 是往好的那一方面去发展 因为他讲飞高 飞高的话 就是另有高就的意思 而且是好的那一面 会有所转变 除鸟会飞高 代表的原来你所处的际遇是 不利的时空之下 也就代表是 剥挂的这种状况之下 你为了要脱离现在的环境 你有所改变 调整 蛟龙伸牙爪 其实就是可以展现你的长才 牙爪就是武器 这个蛟龙的武器 也就是他伸牙爪的话 代表就是说 他一展长才 发挥他强而有力的那一面 变化海岛 其实讲的就是另外有一番好的际遇 整个来讲 是处于原来处于不利的时空之下 客观环境之下 你想脱离现在的环境 由于外面有人牵引 因为他的主挂 有一个受到外力的牵引 把你提膝拔着 脱离恶力的环境 也就是举例来讲话 讲说有一个不良少年经过一个人的尊尊三右以后 他就毅然决然的脱离黑道 然后开始正当的做人 这也是讲的是这种意思 就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虽然他会犯错 但是呢 原来他进入他黑道 或者是处于不利的时空 是因为他犯了错误 他才会陷入那里面 陷入里面以后 他能够吃错能改 马上调整改变 然后会有另外一番好的际遇 整个来讲的话 后面几个护挂和错挂的话 完全要看你的问题 我们去把它转化到你的问题上面去解释 就像是他要脱离黑道的话 他不能 如果他是陷入黑道 他要脱离黑道 他也不能够明正言顺了 或者明目张胆的 就跟人家讲说 因为你们是坏人 我要一个脱离 那样子的话 也会受害 你一定要独自一个人 虽然你心里想要跟他们决裂 但是不要太显示在脸上 免得对你的目标追求是不利的 这护挂呢 讲的就是说 会有一段时间 长了时间 但是你一直朝向这方面去做的话 最终还是会有好的结果 这是315千 我们把它定为上中签 因为他脱离 他有好的 好的际遇 他又另有高就 他会改变环境 当然是好的一面会产生 所以说我们定为上中签 我们先看六四摇 六四摇的摇齿 他说波床已夫凶 我们要知道 这个拨挂 它是以床来取向 拨是由下往上拨 先拨床脚 床脚一倒了 那整个床就要垮 也就代表着基础 不稳固 要重视基础的稳固 那二摇呢 拨床一变 就是床身 它已经开始动摇了 开始会坏了 如果还不重视这个危机的话 到最后一定有坏的结果 三摇呢 是因为 他 他这个床 他不是说 为什么三摇 不是讲床吗 怎么三摇断掉了 不讲床了 因为三摇 它是跟上九摇相应 它是 它不会陷入这个 它不会永远陷入这个波的这种 不利的时空里 它会受到外力的牵引而脱离 波的困境 那四摇呢 他就又开始以床来取向了 四摇 他说 拨床已敷 我们要知道这个床啊 就是人睡的地方 人睡的这个地方呢 也是贴近皮肤的地方 拨床已敷 已经贴近你的皮肤了 也就是危机已经破在眉睫 你在不 这个时候啊 危机破在眉睫 你不去处理 当然是不好啊 去处理 时间也来不起 因为危机已经在眼前了 任何防范已经都来不起 所以说 他的谣词就讲凶 这个是代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已经到了极点 就像是 火烧眉毛了 危险已经破在眉睫 的这种状况 所以说白化衍生 就是说 目前大货已经临生 所面临的危险 足以灭生 因为靠近皮肤了 问题已经形容 问题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 任何防范 已经来不起 孔子小巷说 拨床与夫 切尽宅也 就是已经贴近 贴到你身上 代表是这个危险 已经降临到你的身上 还没有实质上 但是呢 就马上就要降临到你的身上 破在眉睫的时候 切尽就是贴近 灾就是灾害的意思 灾害已经 已经来临 面临 面临的灾害 已经破在眉睫 地雷腹呢 六四摇 他说中型独腹 中型独腹 指的指什么 这个腹挂 指的就是说 虽然 大家 一群人呢 都是往前走 但是呢 只有你啊 与众不同 是走另外一个方向 而且那个 另外一个方向 是正确的方向 大家都走错了方向 就是你一个人 找对的方向 中型独腹 也有说是 你的行为是合乎中庸之道 只有所有 所有中庸之道就是正道啊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走错了 就是你做的是对的 对的就是正道啊 结果是好的 那当然是对的 结果是错的 当然 当然你的方向 就是错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个谣词 要告诉你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与众人同情 但是你的做法 与众不同 独受厚爱 只有你是这个样子 别人都错了 护挂呢 扩囊 无救无欲 指的是 这个时候啊 你少说一点 狼呢 就是一个布袋 把口袋竖起来 不能进也不能出 指的就是 要严守分尽 谨言慎行 最好是保持揭磨 以柔德自处 行迁退之道 他还告诉你是说 碰到这种状况 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才是最佳的抉择 错过呢 则天怪 就是屯无夫 其心自居 千阳悔 无言不信 你面临的进退 是进还是退 你不知道如何抉择 造成了你在那边 犹豫不决 畏畏说说的 犹豫不决 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能够听 大家的意见 就不会有后悔 进行发生 就怕你听了 不相信 还是照做 知错的那一面 他这个谣词 指的就是 如果你能够听 大家的意见 行事 就不会有后悔 情形发生 就怕你 不听 也就代表的是 有大部分人都不会听 听不下去 别人的善言 整个来讲的话 316签 他的签丝 他说 急急急 寻常一样 窗前月 好像是念诗一样 诗情画意 也就是说 寻常 寻常就是 一般的平常的意思 也就是说 按照一般平常 原来的状况之下 都是 有好的结果的 急急急 就是三个急 就是说 很好 结果是很好 你按照原来的方式 进行的话 一切的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就怕你受到外情 所有 然后另有他 他心 他说凶凶凶 有了梅花变不同 也就是说 你改变你原有的初衷 而改变的方向 另有他心 如果是男女的话 就是一情别恋 如果是工作的话 就换一个工作 原来工作都不错的 但是换一个工作就是不好 原来你跟你女朋友都交往很好的 但是你另有他心 那结果就是不好 急急急急 指的是原来的 因为他讲的是寻常一样的 就是原先的 原来的状态是急的 有了梅花 就是换了一个目标以后 就不好 就是凶 两者之间差距很大 那你说 后来结果如何 他说 韩孝孝东风 韩孝向东风 结果他知道他错了 他错了以后 他改正了 虽然在向东风啊 东风指的是春天 就像是一个人 他犯的错以后 本来很好 结果犯的错以后 马上状况不好 他一定要想往好的一方面转换 往好的一方面转换 要等到春天的时候 他才笑得出来 他才能够转好 东风又有一个代表性 就是外来的助力 收到外来的助力以后 帮助他以后 才让这个事情转为有利 因为他笑出来 韩孝 就代表笑出来 代表事情由胸开始 往急耐方面转 你说转的跟原先是一模一样吗 也不是 他就是说 人情不比就是浓 指的就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你想要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 是不可能的 顶多达到一个七八十分 好是好 但是不能回到原来那么好 人情不比就是浓 浓就是 他讲以前是很浓 那现在过去了 现在转回去的话 虽然也变急了 但是已经淡多了 伤害已经造成 难以恢复恢复旧官 有这个像 所以说不管问 哪一个问题 你说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想要复合 能不能复合 春天的时候 能复合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本来你们跟你男朋友 关系都很不错的 感情很好的 结果呢 疫情别恋 或者 有了他心 有了没话变不同 就变得凶了 那就分手了 你想要 想要跟你男朋友 恢复状况 因为你错了 错了的话 你又想要调整改变 你想要恢复到 复合那种状况 复合的时机 可能是在春天的时候 也许是 别人帮你可以复合 但是虽然两人复合了 但是你们两人 两人的感情呢 已经没有以前的 那么浓密了 其实感情已经变淡了 虽然还是交往 但是心中已经有疙瘩了 感情就会变淡了 我们先看看 他这个钱 我们把它定为下上千 为什么 他不好 虽然开始转好 但是还是没有原先的好 由于由不好 好转为不好 不好又开始转好 又比原来的淡 但是还是可以说好一点 我们把它定为下上千 我们看317千 317千 六五窑 这个六五窑 我们要知道 这个波挂 一阳五阴 五窑呢 是站在五个阴窑里面的最前端 离阳窑最接近 他又是处军位 阴窑如果我们以宫廷里面的皇帝和兵妃来做一个取向的话 他这个五窑就是皇后 其他的四窑呢 就是兵妃 因为他们有上下高低 位阶的高低嘛 所以说五窑代表的是皇后 那上九窑呢 就代表的是皇帝 你说皇帝为什么不在皇后的位置上面 他位阶还是高啊 他是唯一的一个阳窑啊 然后我们既然用这个来取向 就代表就是说五窑因为他是阴窑 所以说我们把他取向为是皇后 他这个窑词的要告诉你的状况 他是要讲什么 他是说灌鱼以工人宠无不力 因为五个阴窑他要拨一个阳窑 一直拨到时剩下上九窑这个阳窑 但是他拨不下去了 也就是说他无能为力拨不下去 拨不下去之下因为阴阳对立啊 阴阳对立之下他又不愿意这种对立一直发生 他就要去求和和解 所以说五个阴窑代表是由皇后带领了所有的兵妃 去希望去操控这个皇帝希望能够获得这个皇帝的恩宠 就是示弱想要获得他的恩宠求和 他说灌鱼什么叫灌鱼啊 鱼啊你看水里面的鱼他在游的时候他都是鱼灌而行 前面的一个领头的后面的就跟着屁股后面一个一个 一成一条线的排队排得很整齐的 这个叫鱼灌而行排得很整齐的像军队的队伍一样 后面跟前面的这样走的话叫鱼灌而行 灌鱼指的就是说他们就像是鱼啊一样由六五摇这个皇后带领了所有兵妃去跟上九摇这个皇帝呢 嗯 书成 想要获得皇帝的宠爱 以工人他既然讲工人我们就不能讲到别的地方去啊 我们就要因为他那个取向是这样的 我就是依据我们解释易经的时候就要依据他的像来做一个解释 还有挂像还有摇像还有他的摇池 三个要结合在一起去做一个解释还有他的挂意啊 你这样子去输成求宠 希望能够阴阳调和和解共生这样子做是无所不利的 反之你还是要去拨这个羊咬的话就对你不利 代表就是说我不拨你了啊 我五个阴阳不再拨你了因为我拨不下去了 拨不动了 我只好就是说求和啊来和解共生呢 他的谣词是这样讲 但是他更深一层的意义要告诉你什么 他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事情已经成为定局 他根本也拨不了这个上九谣了 无转换的余地也就是说我再拨又拨不了 那不拨又对立啊 既然不能改变事实 我不能改变这种已经成为事实 你这个羊咬就在那边我拨不下去的这个事实的话 不如以和为贵逆来顺受 迁就事实 则无所不利 他这个谣词 他要其实要告诉你更深一层的意义是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就是说在人世之间 如果你处于不利的时空之下 有些事情呢 已经成为事实了 你就迁就事实 逆来顺受算了 这样子还能够保持双方和睦相处的关系 对事情还是有利的 反之如果事情已经造成了 又不能够逆转 你还要往那个事情上面一直在那边争执 真有没有有什么用啊 事实已经发生了 我们人世之间很多事情啊 就是说当事实发生的时候 你不要再去责怪 为什么事实会这样子发生 你要去解决后面的事情 后面所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以后再说为什么我们做检讨改建 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说 事情的轻重厉害 优先顺序 没办法分辨清楚 后遗症没办法没去解决 一直在追究原因 结果后遗症 反而闹出更大 事情更严重 有些事情是 我们人世之间呢 有些事情是已经成为定局 没有办法扭转的 既然不能改变事实 不如以和为贵 逆来顺受 迁就事实 则无所不利 这样子 孔子的小项说 以工人宠 终无有眼 如果你能这样子做话 以迁就事实 以和为贵 这种方式去进行的话 最终毕竟不会有什么过失 就算有过失 已经发生了 但是后续不会有任何过失的 反之如果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的话 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你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制造问题 这个中挂地雷腹 敦付无悔 指的就是说 你一直犯错 但是你经过多次的错误的尝试 经验的累积 最终你可以找到正确的道路 虽然耗一点时间 但是也不会后悔 因为最终找到了 就像是在森林里面 迷途走了很多的错误的道路 但是最终还找到正确的道路 这样子 虽然过程是比较曲折一点 比较惊险一点 但是最后还是平安了 最怕的是花了那么多精神 走出那么多错误 还是最最终还是错误的 那就是最差的 护卦 昆为帝 皇商元吉 他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 人处高位的时候 也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柔和待下 用这种方式去进行的话 才能够持阴保态 才能够获得大吉 也就是说 占卜的时候 你捕到这个瑶尺 你一定要谦虚一点 放低下你的身段 行事要合乎中庸之道 这样子 对你这件事情的行事 绝对是有利的 否则一定不利 因为你这个正挂一出来 足挂一出来 他会接连的其他会影响这个事情 成败的其他相关因素 就是其他的复卦 他是如影随形的 他跟随的 人世之间任何一件事情 他一定会有其他 其他相关的因素影响他的成败 你不能只重视 你眼前看得到的 其他的你毫不考虑 那也会造成你的事情困顿难行 臭话讲的线路怪怪中行无救 指的就是说 这个原因不是你造成的 造成这个后果 不利的后果 不是因为你的因素 是对方的因素而造成的 但是呢 因为你跟他关系比较密切 你为了要有好的结果呢 你行事必须要合乎中庸之道 不可太过偏激或武断 否则对你的事情 目标的追求绝对是不利的 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 317000 这个签字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火灾严严 我们要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 严严就是火势很大的时候 发生火灾火势又很大的时候 你一定要灭火啊 他是有形的像 来做一个取向 就像是火灾 那占谱的时候 不是说你问的问题 都是跟火灾有关的 有时候是状况非常严重 情况非常恶劣 都可以用火灾严严来做一个代表 用这种温池来做一个代表 要形容 代表你这个事情非常严重 那事情非常严重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他说火灾的时候要用水去调和它 因为火能水能克火嘛 火能把水能可以把火浇洗嘛 也就是要阴阳调和 也就是因为火代表阳刚啊 那代表了你要用阴柔柔和的态度去应对 去调和 你问的这件事情太太过严重 你必须要柔和牵下 以谦逊的态度去应对 他讲的是以水相济 济就是调和 水跟火是两个极端的 也就是阴阳要调和 也就是太刚就要用柔来去调和 这里面他讲的就是用柔的那一面 水是柔啊 火是钢啊 火灾延远既然已经火势很大 代表事实已经造成了 而且已经成为事实了 气氛极为恶劣凶险 而且已经成为事实 因为他主化有这个已经成为事实 这个象意义存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解释这个牵丝的时候 就要用你这几个四个卦的意义去解释牵丝 他竟然讲火灾延远 代表气氛或者状况极为恶劣凶险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事实 你只能迁就事实 就是以和为贵 去柔和的态度去调和 这件事情 你这样子去做了以后 他说保顶丹臣 就像是练丹一样 这个顶里面我们是如火去练丹 他说丹臣 这个保顶里面 保顶是尊贵的 里面练的丹当然一定是尊贵的 你不能用保顶去练一个一般的凡 平凡的药 也不合比例啊 也不合比例啊 所以说这个丹一定是 丹就是丹药啊 练丹 他当他成功的时候 先天接地 先天接地 就是能够把 天和地都掀掉 代表的是事情非常的重大 不管是好也好 不管是好也好 或者他的结果 保顶丹臣就是结果啊 他的结果会影响重大 就有如能够先天接地一样 臣也会先天接地 败也会先天接地 既然臣他会先天接地 那败也一定是先天接地啊 也就是说不论是好是坏 后果均极为重大 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葡萄这个挂 代表你这件事情是 对你而言是非常的重大 你事情已经很严重 你一定要用柔和的方式去应对 以和为贵 谦逊的态度 去以和为贵 迁就事实 这样子事情才能够往好的一面转化 否则会更恶化 我们看318签 刚317我们把它定为中中签了 为什么 他保顶丹臣先天接地 如果你正确的方式去做做对的话 当然是好的一面 如果是你做错的话 当然是坏的一面很严重 他这个一面呢 保顶丹臣的时候 等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 他后面讲先天接地啊 指的就是说非常严重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他没有很明确的列出吉凶来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为中中签 我们看这个三立波上九窑 上九窑的窑词他说 瘦果不实 君子得于小人剥炉 瘦果不实 三立波这个卦五阴一阳 就剩下上九窑这个阳窑 到底上九窑这个阳窑 最终会不会被剥 阴波阳会不会被剥掉 有两种状况 他是说瘦果不实 也就是说你阴窑啊 你最终不去剥这个阳窑 唯一瘦果仅存的这个上九阳窑 你不剥他 你就做对了 就好像是君子得到一个大车 余裔就是车子 那你说他到底要告诉我 告诉我什么意思啊 阴波阳嘛 五个阴窑 他一直往上剥 剥到上九窑的时候 那君子 我们《易经》里面来讲 有一句话讲 《易经》是为君子谋 而不为小人谋 什么叫谋 谋划的意思 就是策划的意思 既谋 我为你打算 我为君子而打算 而不会为小人而打算 所以说 我会告诉君子是正确的方式 小人呢 我上面写小人 小人做的都是错的 君子做的都是对的 君子你要这样子做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是对的方面的话 我就说你是君子 如果你做的是错误的那一面 我就说你是小人 他没有真的是一定是君子小人 我们通常是在人世之间 小人都是做错的一面 君子都是做要正义的那一面 对的那面 合乎正道的那一面 那小人做的都是不合乎正道的那一面 所以说他这个受过不识君子得于 他讲的是说 如果你不把这个上酒窑剥掉 你就是君子 你就做对了 你就能够得到一个庇护之所 为什么说 你怎么看得出来这个于有庇护之所的相 我们从那个孔子的小相 我们从那个孔子的小相 他说君子得于民所窄也 也就是说下面五个阴谣啊 就是一般的民众 如果你不拨这个上酒窑 那下面五个阴谣就有如他有一个屋顶啊 可以给他遮避遮风避雨 得到一个庇护之所 他能够受到万民的勇债 民所窄指的就是万民的勇债 就像是我们古时候 有个大人物呢 大家都对他很敬佩 然后呢 就推了一部车来 让大人物坐在车上面 所有的民众都在外面 推着他跟着他走啊 其实他告诉你 古时候的这种现象 给你一个 你就得到一部车 其实呢 就是说我能够获得万民的勇债 获得万民的勇债的话 也就是说大家五个阴谣都不希望你再拨 上酒窑 因为上酒窑就有如是一个屋顶一样 要是上酒窑一被拨掉以后就是 所有下面的人啊都失去了庇护之之所 无安身立命之处 失去了房屋啦 如果你能够听从大众的意见 不要去拨这个上酒的话 他们就有了庇护之所 就能够获得万民的勇债 你的做法是对的 他这个意义非常深远啊 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受过不死 是这样 那下面呢 反之 受过祭食 也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唯一的上酒窑把它剥掉 把它吃掉 这唯一的果子把它吃掉 你就做错了 就是小人波炉 受过祭食 那个没写出来 但是他要告诉你的是这个意思 他是分两段 一段是你做对的 受过不死 你就做对了 就好像君子一样得到一个车子 其实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庇护之所 反之如果受过祭食 你就是做错了 你就是小人 小人就是做错了 你把房屋都剥掉了 房屋剥掉以后 你就有如失去安身立命的之处 其凶当然是非常严重啊 那你为什么做错了呢 因为下面五个音谣都叫你不要剥 你说我就是要剥 你一意孤行的就是要剥 你把一剥掉以后 你就失去安身立命之处 他要告诉你 就是这样 小人剥炉 终不可用眼 小人剥炉 这个举动啊 千万不要去做 从头到尾都不要去做 因为一做以后啊 你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处 等一剥小人剥小人剥 小人剥君子上酒 摇这个君子的话 小人剥上酒的话 等一剥了自己的安身的房子 拆了自己的房子 那别人都不愿意啊 别人叫你不要剥 你非要剥 你一意孤行的非要剥 那你就结果是凶 你看他这几句话 就其实代表了很多意思 千诗 那个姚词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他更深一层的意思 几种呢 一个就是说 你要听从大家意见 你就得到一个庇护之所 反之如果你一意孤行 你就失去安身立命之处 结果就避凶 他告诉你就这样 我们看这个中卦 地雷腹 迷腹 就是你失去了你的道路 你做错了 迷腹就是迷失的方向做错了 做错的话 你走错走到错误的方向 就是做错了嘛 走到正确的方向就是做对了嘛 因为地雷腹这个挂 他讲的就是 你到底要寻正道 追寻的这个道路 正确的道路啊 你到底找到了没有 有时候一开始迷失 哎你马上又回来 有的时候错了又犯犯了又错 呃 就是每次做了又错错了以后 改了以后又做错 那最终一个呢就是 你完全迷失的 你不会恢复到正道了 他结果当然是凶啊 而且这个凶呢是有灾神 有天灾人祸 天灾是外力不可抗拒的 人祸是旧由智取的 他怕你还不清楚 他再取向告诉你严重性 就好像行军作战一样 一个国家出去行军作战 最终是打了大败仗 这个国家呢 因为是他做主的 所以说这个国家呢 他非常这个军王非常危险 他十年他都这个国家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十年他就都没有再有作战的能力 十年代表了永久 也代表永久 也就是说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他遭受的彻底的失败 永无翻身的机会 护挂呢 坤挂 龙斩鱼也七血玄黄 龙斩鱼也七血玄黄指的就是 鹰本来是一直要顺从羊 但是呢 顺的又不是很很高兴 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戒地存在 小小的心结一直在累积 由初遥一直累积到上遥的时候 再也忍不下去了 这个坤就要跟羊那个前挂 去摊牌决战 而且呢 状况非常的激烈 血都流出来 也就是状况非常激烈 而且已经公开化 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三百一十八千呢 他说铁锁一条未把孤舟系 这条船呢 我们要知道 小船呢 放在岸边的时候 你没有人去开船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一个绳子去绑到 揽庄上 找个揽绳呢 绑在那个岸上的庄子上面 避免这个船飘走啊 他的意思就是 避免这个船脱离了岸 那 结果他怕这个船要脱离 就用铁 怕绳子还不够牢固 用铁链去绑 结果铁链应该很强啊 结果这个船还是飘走了 你说正常状况 他不会飘走啊 他要代表他取向 这个船和铁链来 就取向什么 就是说 这件事情啊 你一意孤行 很多人都极力的反反对 反对力量非常强大 就像是铁锁一样 反对你这个船飘走 结果呢 还是你这个船飘走了 因为你一意孤行啊 不顾众人的反对 你就是要去做 未把孤舟系就是 你迷失的道路 而不是返回正确的道路 不听众人的反对 强大的反对声 你还是一意孤行 因为这件事情 你自己本身做的了足 因为这以期国军 国军就是说 我要是发动子 或不发动战争 完全是 君王做决定的 结果去打仗以后 遭受彻底的失败 以其国军 国军凶指的就是 那个君王 君王指的就是 他能够 自行做主的这个人 会把孤舟系 那结果呢 这条船飘走 你一意孤行 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结果是成事败呢 他说 金刀一下 找把头落地 金刀一下 找把头落地的话 指的就是 古时候被绑复罚厂 金刀一下 就斩头 斩首示众 正法 其实就是说 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古时候犯罪的人啊 最严重的错误 你就砍头啊 他 葡萄这个钱 不代表你问的这个事情 要被砍头啊 就看你问的事情是 什么事情 如果你说是抢银行 或杀人放火 那就是最后一定要被枪毙 如果你说是爱情就是遭受最大的挫折 失败 就看你问的是什么 反正就是最大的错失败 会产生在你的身上 女生的话就可能人才两丝啊 这是最大的失败 终将会遭受最严厉的挫败或损失 因为这个挂里面 因为他这个这个挂里面还有一个错挂 错挂指的就是说无好中有凶 指的就是说你一开始认为你选择是正确的 等到最后发现不对的时候 哭得来不及了 指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一意孤行 漠视其他人强大的反对力量 因为他认为他做的是对的 他要认为他是做的是错的 他才不会去做的 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对 你们都错 他才会一意孤行的去做 等到做到最后以后发现是错的以后 哭得来不及了 金刀一下 找把头落地 就会遭受最严重的挫败 损失 所以说这个正卦足卦 他讲的就是说 错过不实 君子得语 如果你听从大家的意见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庇护之说 你要是一意孤行 不听其他五个音谣的意见 非要把这个上九谣把它拨掉 你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处 因为你跟其他五个音谣意见不一致嘛 反对你站在相反的立场 他叫你五个音谣就说不要不要播 你就非要播 你就一意孤行 那个君子呢是 大家说不要播不要播 他说好我就不播不播 他就得到一个安身立命 好的结果 要是一意孤行就是有坏的结果 而且损失最大的一个结果 这个孔明这个签诗啊 要是你没看到他这个签诗 你不一定还了解他的谣词意思 民间的所有写《易经》的书的 这个上三立波上九谣的这个谣词 都写得不是很好 没有把它精髓写出来 那我为什么会把它写得那么明确呢 因为有这个签诗互相印证 那我可以从里面看出更多 其实他还告诉我什么意思 我也可以看出来 原来《易经》的书写方式 解读方式 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 好 这个签当然是最差的签了 是下下签了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看看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老师这个签语经真的是 你的毅力很深远 对啊 他什么讲的什么都很有道理 尤其现在啊 把签诗还有跟瑶池 在一对一啊 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说没有这个 瑶池 来这样解释 你看这个签诗 我想说一定是 一定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得那么详细 对啊 如果没有这个签诗的话 你光是那个作果不实啊 君子在于小人锅炉 有可能也没办法 抓到他的精髓 对 所以说真的是那个 而现在感觉上 真的是 这种人生学学那种 然后其实就讲的是正面思考 然后就是 就是这样子 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子 所有的那个 的那个情况细节 这样一层一层抽丝拨点下来 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 益经人流传这么久 真的是国大精神 真的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所以南瓜老师 你那么 你越专严都越迷 对啊 这个益经的话 要是没有这个签诗的话 我也看不懂 两个合在一起 我马上就可以了解 签诗的意识 还有益经的意识 相互对照印证 很快就可以进入益经的这个领域 然后经过这十几年来 我就慢慢的深入 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详细 我就 以后还会再写另外一本书 让他更 在益经方面 学术上面 让大家更能深入了解 益经到底讲什么 那老师如果说你要写 再写一本书 就是完全到写字 也是益经方面的 没有签诗 也有签诗 没有签诗 没有签诗 完全是用益理方面 去讲解益经 益理的精髓 还有在人世间 要如何的应用 这方面 还有他的像 一理像素 我都会把它写进去 所以说 所以说以后就是 这三本 这三本就是一套 一套以后就是 还是会再继续出 然后 新的那个书就是 就是完全着重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 前面三本书 它是着重在偏向于教你如何占谱 当然占谱一定要先看益经 因为它是益理的 用益经挂药词的方式去占谱的 那第四本书呢 纯粹就是不要偏重于 就是解释它的人生哲学 益理的牵丝挂 不 益经挂药词的人生哲学 还有探讨它的益经的 它的基本理论思想 还有用科学的角度去印证益经 是合乎科学的 让它懂得 让读这本书的 第四本书的人啊 就了解益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运用它 它白话 它人生哲学讲什么 在人世之间是上面 它又告诉我是什么 那占谱的时候 其实它更简单一点又是什么 但是它 我会讲占谱 因为它一定要体用 一起合在一起讲 它不能光讲体 讲哲学方面的道理 你不把实际应用的 你不把它讲的话 人家就会一下就忘 一定要跟实际啊 人人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实物啊 相结合 把这些各个不同的道理去解释 益经呢 我可能会写很多片段的篇章 也就是说我会在那思索一下 我从哪个角度去解释益经 因为益经实在是博大精神 你从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角度 你都可以写一篇文章 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然后让你们可以从不同角度 整体的了解益经的 它告诉你的是什么 对啊 就是说那个 乐学啊 是觉得说以前 那些 以前那个 苦收的人怎么这么聪明呢 当然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 勾集 慢慢印证 然后 也那个汇集起来 慢慢慢慢慢慢 这些情况就越来越 越来越有条理 越来越深 但是啊 你看很多观念 很多面 比方说 阴阳的观念 那个 吸引力打得啊什么 这些是几千年以前就有的了 对啊 但是他不知道 他知道有这个现象 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他不知道 在科学上面 因为我们的 就算是以科学 我们现在科学的角度去印证它 也是最近才印证 还在那边去那边研发 去了解 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一种科学 就是量子理论啊 但是它已经出现了 就是说有这些现象 而且呢经过实际验证了 科学验证了 有这些现象 我们把它 我在一看到这些现象 我就完全了解 易经涛 它依据的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 古术后人 他虽然知道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他的科学的依据是什么 因为古术科学也不发达 那我们知道它的源头 它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的运用更广 我们就各方面都可以运用 对 那老师第三百一十八千 因为他跟姚池相结合 我们最后也看得出来说 他因为他一意孤行 他一意孤行就 就没有把周四 就还是让他走 我觉得那个惊刀一下 他惊刀一下 他惊刀一下 是不是有点 那种意思就是 就是到最后的时间一到 时间一到 他就固定要失败 对 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彻底的失败 因为我们占卜 现在他这个牵师 他最主要是占卜用 也就是说 不管你问任何一个人 问任何一个问题 你一定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你要先行预测 如果我走这个方向 最终的结果 能不能符合我心中的期待 如果你走你这个方向的话 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彻底的失败 而且你要走这个方向 一定是很多人都劝阻你 但是你认为你自己做对 一意孤行去做 但是最后一定会遭遇 彻底的失败 他还告诉你是这个意思 对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觉得真的 我们有个机会 能这样子接触 真的很谢谢老师 给我们这个机会 你们会感觉到跟我学艺经 你们能够获得实质上的那些收获 不像如果说是跟一般人 因为很多人都是说 我学艺经学了很久 但是听不懂 到最后全野交了 什么都没有收到 半途阵亡了 很多人 因为外面讲解艺经的 他要就讲的哲理方面的 要就讲的那个相处方面的 他就是各自一端 相处方面越讲越听不懂 越讲越复杂 或者是 如果你说是 我学的是普卦 文王卦 他根本就不讲 艺经挂摇尺 他只教你普卦方法 什么去看其胸 也不告诉你如何的去转变 如果你是学艺经经文 那经文的话 那也看不懂 越来越看不懂 那我们这一套讲法是 这两家学派的 截取他的长处 去除他的短处 让人家看得懂 对 所以说我们 其实我们是因为入门的方式 方式正确 所以也是 这也是能说 让我们这些 没有什么资质的 也可以支撑这么久 就这样子 然后 然后经过了前面那一段 前面那一段 比较 就是 比较 暗阔的那个时间之后 慢慢慢慢慢慢 才容易进入状况 其实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 怕停那 最前面那一段时间 学学觉得 啊 那个 好像不能进入状况 就没办法继续 所以说这路门方法 正确 正确 因为我教你们的方式啊 都是我自己走的这条路 那我自己走的呢 都是我自己在那边摸索的 我摸索出来一个快速的捷径 而且呢 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教你们的时候 我都会寻的我 经过多次的努力 然后终于 就像是地雷附那个 那个那个逛 最终还是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我花了时间找到这个正确方向 我就直接的告诉你们正确的方向 由这一条路上面循序渐进的话 那你们就会能够 比较容易能够进入疫情的领域 了解它的道理啊 和更何况我还会把它用书写出来 你们有时候用讲的你们会忘掉 那书写出来以后 你就不断的在那边去反复的研究啊 一定会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的 因为它 它不会让你在那门外面绕个半天 绕了个几十年 还不得其门而入 它不会有这种情形 我就把门路都把它打开 让你们进去 只是看个人知识啊 他花的时间多寡而已 还有或者是看个人的努力啊 你花的时间多一点的话 你得到的成效就比较多啊 如果你有疑问 你常常问的话 你就更快速啊 你不问的话 你就一直填断在那个 那个关节 不能突破的关节那个地方啊 嗯 对 嗯太好了 谢谢老师 嗯 谢谢老师 其他同学有问题吗 老师我那两个问题 小哥也请你解答 谢谢 嘉琳是不是 嘉琳你要不要等到你后面 等一下我再跟你联络啊 好 可以 可以好 没有嘉琳我不要听 哈哈哈哈 老师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